台湾各地近来经常大雨,许多民众除抱怨雨天外出不便,也多认为雨天是陷受影响,地面施华教义肇事,不过台南市有缘景义连七天每天都下大雨与景屋降雨的前后两星期,统计比较三大类交通事故建树是否受降雨影响,发现竟与大家相当然而的状况被盗而驰,引发讨论, 台南市警局交通大队远景,日前选择今年6月底到7月1日连续毫大雨的七天,与几乎没下雨的前一周比较,发现连日下雨的那周全是发生A1,死亡车祸,4件,A2,致人受伤,429件,A3,无人伤亡,197件, 而几乎与低的前一周A1事故2件,A2事故514件,A3事故283件,统计剑数比较后警方发现,A3类事故剑数在连日大雨当周,反而比梅雨的前一周少了86件,A2类也少了85件,减少比例各约6成9与8成3, 并无特别车重教义肇事,特别的是死亡车祸大雨当周虽有4件,比多数晴天当周2件多了一倍,但是警方详细了解事故 当时状况,竟是4件车祸发生时都刚好没下雨甚至天放晴的时段,因视线与路面状况良好,天后状况并非照事原因 警方调查这4件事故原因,仅其中一件事歧视突然身体不适昏倒被路过车辆斩壁,其余三件肇事原因疲劳驾驶自撞,为保持安全距离追撞,为让直行车先行遭撞,都与驾驶人疏忽有关 远景推测,这可能是因为警方长期宣导雨天减速,民众也由雨天教义发生车祸的预期心理,反而开车比较小心,而大雨天民众非必要也会减少外出 警方实务上也发现车祸发生也多与驾驶人分心,疏忽造成,雨天肇事虽有部分是因雨式大到严重影响视线,或路面积水坑洞 但各类事故大雨天发生件数都比飞雨天少,与一般人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交大远景不久前因民众好奇留言询问,且先前未刻意比较过类似状况下事故发生率 选出今年首次连日豪大雨造成多处积水的6月第3周与偶尔降雨的第4周 询问统计权势各分局,派出所处理各类事故建署来比较,得出的结果与一般民众想象不同 园景比较有与无与连续两周车祸建署,发现雨天车祸事故反而明显较少 图为驾驶疲劳黄身肇事 图园景提供 分享